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昨天讲了这个 已经在全世界把乌克兰战争的新闻 全部压到完全抬不起头的新的新闻事件 就是威尔史密斯删了Chris Rock一巴掌 我们今天把他的后续处理完 也就是Will Smith道歉了 所以从他的道歉文 我们能学到点什么英文呢 其实还蛮不少的 好我们就来正式开始吧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希望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朗读一下他这个道歉文 对于口说想要进步的同学 朗读真的是很有用的一个方法 他能够至少矫正你的发音 那你不要跟我说发音不重要 我认为发音重要 仍然是人家评断你的英文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标准这样说 好那你听着我念 或者是跟我一起念 一定会加减有点帮助 我不是说我多厉害 我的发音是多可以矫正别人 可是至少大概比你好了 我是老师你不是 OK所以来吧我们开始 如果说对你来说这个字太小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用手机看或之类的 字会太小 你可以用你的平板 或者用你的电脑把他的这个道歉文从instagram调出来 然后一边看我们一起来朗读他 I am embarrassed and my actions were not indicative of the man I want to be I would also like to apologize to the academy, the producers of the show All the attendees and everyone watching around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the Williams family and my King Richard family I deeply regret that my behavior has stained what has been an otherwise gorgeous journey for all of us I am a work in progress Sincerely Will Smith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說了點什麼 我覺得他第一句就話中有話 他說的是Violence in all of its forms is poisonous and destructive Violence是暴力 那他任何形式的暴力 Violence in all of its forms 所以form是有形式的意思 所以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poisonous跟destructive Poison這個字就是毒 形容詞 Poisonous就是有毒的 還有一個字也是毒叫做Venom 一般像動物的蛇的那種毒或之類的 我們可以叫Venom 所以有毒的蛇我們也可以叫他 除了叫他Poisonous Snake也可以叫他Venomous Snake 好 那有毒的 Destructive這個字就是破壞 所以Destructive就是形容詞 所以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有毒並且有破壞性的 我就覺得我說話中有話的意思是 他打人當然是暴力 可是他有沒有用這句話也同時在譴責著 Chris對他的老婆的語言暴力呢 我覺得有 只是他是在道歉的 所以他沒有把這邊講的也非常清楚 但你看得懂那就看得懂 第二句他就把Focus回到自己身上了 所以畢竟這道歉文他是在內心的 So that's good So my behavior at last night's academy awards 我昨天晚上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的這個行為 Behavior 行為 was unacceptable 這個字用的很好 這個事情他的行為是不可被接受的 不可接受的 Unacceptable 那我常常在強調發音上來說 這個N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發音 往往是完全不屌這個N的 N就是你唸的時候舌頭一定要頂一下天花板 所以這個字如果唸成Unacceptable 是不對的 Unacceptable 我都覺得這樣唸起來是很不順的 因為在那個 UN的R的音跟 Acceptible的 Ak的那個 A也是A的音 這兩個音中間要是沒有一個舌頭點一下天花板 是連不順的 Unacceptable 如果是Unacceptable 就好多了 Unacceptable 那個N跟R的音結下去的話 下一個字也是 下一個字叫做不可原諒 Excuse這個字就有原諒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說 Excuse me 事實上是請原諒我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跟Pardon me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我們好像很習慣 聽不太清楚才講Pardon me 但Excuse me Same thing 而且有的時候 然後在比較威脅人家的時候 你會說 Excuse me 這樣子 所以你不會說 Pardon me OK 所以他們用的地方 似乎是有點小 不太一樣 但是Excuse 好 回來這邊原諒 那不可原諒 前面加一個In 然後後面的變成了Abo 所以這個字就變成了 Inexcusable 那一樣這裡有N對不對 Same thing 你如果點一下天花板 否則的話 In開頭是E的音 Excuse又是E的音 兩個In Inexcusable 其實你如果舌頭不點一下天花板 相對來說是不好唸的 So again Inexcusable Inexcusable 會好一點點 舌頭點一下天花板 好 這個扯的 有時候我就覺得扯太多 But anyway 我們再看下去 他說Jokes at my expense Are a part of the job 所以你開我玩笑 我認為是工作的一部分 Jokes at my expense 這講的是at somebody's expense 就是把誰當成代價 所以你把我當成你開玩笑的代價 我們有時候中文不是有個成語說 把你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我認為這句就很可以用這個at somebody's expense 來翻成英文 So you're having your happiness at somebody else's expense I guess we can plug in the word suffering at the suffering of somebody else at the expense of somebody else Same thing 好總之就是把別人當代價 來享受你的快樂 所以你看人家玩笑 然後把人家的痛苦當成是一種代價 So jokes are a part of my job 什麼樣的joke Jokes at my expense 所以你開我的玩笑 把我當成代價開玩笑 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But a joke about Jada's medical condition was too much for me to bear 所以但是你要開的是Jada的這個medical condition 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的醫藥上的 醫學上的醫療上的一些症狀 medical condition 那這個就對我來說是扛不起了 So too much for me to bear 所以貝爾這個字我們常理解為 當然他除了熊的意思之外 還有忍受的意思 也還有宰著的意思 所以要是你肩膀上背了很多 家裡面的經濟的重擔之類的 我們也可以用貝爾這個字 例如說假設你媽媽家裡扛的經濟重擔 Your mother bears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on her shoulders 這句話是OK的 So bear something on something 所以貝爾總之扛著 宰著 那這邊是他無法承受 宰不住了 扛不住了 容忍不住 反正貝爾這個字你就大概理解了 So this jokes about Jada's medical condition was too much for me to bear and I reacted emotionally 所以他就用情緒的方式來回應了 注意這邊用的都是過去式 很OK 或許應該我講的有點快 你看剛才jokes at my expense are a part of the job 這用現在是 所以這個時態的一致性 我也想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們所謂的時態一致性 並不是這一整段全部通通 都是用過去式或現在式 才叫做時態一致 每一句話的時態都是獨立的 才叫做時態一致 他說你開個玩笑 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句用現在式就很OK 所以他說的jokes at my expense are a part of the job 現在是 可是你昨晚開的玩笑 是Jada's medical condition 用的就是過去式 jokes about joke about Jada's medical condition was too much for me 過去式 那他情緒的回應reacted過去式 也對 接下來 I would like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you Chris 所以他跟Chris Rock道歉了 這句就是重點 然後下一句話 I was out of line I was out of line 這句話就是我的行為 脫離了該有的他的軌道 OK 所以我脫序了 I was out of line 脫序了 And I was wrong 好我錯了 下一句又跳回現在是 我到現在都還覺得非常的尷尬丟臉 so I am embarrassed 所以他說的不是I was 如果是was 那表示現在沒有了 沒有啊他現在還是有 所以他強調I am embarrassed and my actions were not indicative of the man I want to be 那你看and my actions were 又是過去式很正確 他昨晚的行為嘛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都還覺得很愧疚 愧疚而我昨晚的行為 並不是我想要成為的這個男人的一種指標的一個概念 我講這什麼中文啊 但你再聽得懂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indicate這個字是動詞的使用 那他的名詞indication也是我們台灣很常看到的 但他這個用法 他的用法我覺得用的不錯 就是something is indicative of something else 所以x是y的程度上的某種指標 so x is indicative of y 所以他的行為並不是why why是什麼呢 就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男人的樣子 我們都有一個想要成為的一種樣子目標狀態之類的 像我想成為一個很成熟說話或者是或者情緒上波動不大或之類的 that's the kind of man that i want to be 那只用現在是來說很ok 所以這邊說的就是my actions were not indicative of the man i want to be 後面又是現在是哦 是他想他現在想成為的男人 他昨天的行為事實上不能夠成為他現在想成為的男人的一種指標 好了你大概聽懂了 ok所以翻頁之後我們看到他接下來就跟銀衣協會道歉啦 然後跟在場的人啊什麼這些道歉 這部分也蠻廢話的這就算了 然後面接的這個是我們幾個禮拜前才講過的是regret 那他有後悔有遺憾的意思我認為他這邊就是遺憾 I deeply regret我非常的遺憾 遺憾什麼呢 my behavior has stained 後面這件事 所以stain這個字就是污漬 所以他的行為把後面這件事情弄污了弄髒了 so my behavior has stained stain什麼東西呢 就是要是沒有我這個行為 事實上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旅程 就他講的不管是就昨晚的事情啊 或者昨天晚上的這個頒獎典禮啊 或者他整個電影 他還是謝謝了電影裡面的一些人事物這樣子 so stained what has been an otherwise gorgeous journey for all of us 這個otherwise真的不好解釋也不好使用 不過again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要是沒有我這個行為的話 那今天這個真的是很完美的一趟旅程 就是我們拍了片然後我得到影帝這樣 那以及可能有些其他講我也不曉得 可是偏偏現在不是 因為他的行為已經把這個東西弄髒了 所以才會把otherwise這個字塞進去 stain what has been an otherwise gorgeous journey for all of us 最後這個重點 我覺得他最後用了這個詞也是一定是經過生思熟慮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我覺得他在這個道歉中如果不小心用到了不成熟這個字的話 就例如說他用了這個immature 所以我打了你一巴掌是我不成熟 immature 我相信這樣的道歉可能反而會被人家罵 為什麼 拜託你幾歲了 你四十多歲五十多歲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他又是五十啦 他可能應該至少四十幾跟我差不多 你已經沒有資格說自己不成熟了 說實在的 所以要是在你的道歉文中你竟然說 啊對不起我不成熟我打了你 然後我道歉我還有很多 I have some growing up to do 我認為這樣的道歉反而會被人家罵 所以他並沒有用到mature immature這樣的字眼 他選擇用的是work in progress 我有些同學曾經被我看到過 因為他們可能聽到這個詞work in progress 他們就把它想成了work in progress 那沒有這個東西沒有work in progress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instead有的是a work in progress 這裡的work你可以把它翻譯成是作品 所以它是一個還在被製作中的一個 你可以想像是個藝術作品或之類的 所以他還是他還在progress中 所以其實就是換句話說 他自己是不成熟的 只是again他沒有用這個字眼 所以你可以說他還在努力的在一條道路上 這條道路就是他想要成為他 他想成為了那個男人的樣貌 那他還沒有成為那個想成為的人 he still hasn't become the man that he wants to be so that's why he calls himself a work in progress 所以他還在努力的成為那個東西中 聽起來就比immature好那麼好很多 我覺得不是好那麼一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選字選的用的是還蠻正確的 是一個不會被人家罵的字 所以I'm a work in progress 而且work這個字同學應該理解 總之他不太應該能夠加耳耳在前面 你知道是不可數的 可是如果說他是講藝術品之類的話 他不只可以加耳還可以加複數 所以我有很多的作品在這邊 these are my works是很OK的 I've done lots of works 我做了很多的作品之類的 所以的確work這個字不可數當作工作 可數是作品 講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我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小小的補充 從頭再走一點點好了 再走一下下 所以form這個字叫做形式 所以他剛剛講的任何形式的暴力 都是有毒的跟有破壞性的 So violence of any form in all of its forms is poisonous and destructive OK 所以他的行為unacceptable 再強調一次N的音要唸出來 unacceptable 以及inexcusable inexcusable 把什麼人當成代價 at somebody's expense 但也可以用成expense of somebody else 也OK bear這個字可以是宰者 也可以是忍受 所以這個東西 你開我老婆玩笑 It is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bear 忍不住這樣 那他說他脫序了 So I was out of line and I was wrong 強調一下下 然後他說他的行為並不能夠成為他想要變成了那個男人的一種指標 So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其實都不用回去他剛剛那個東西 我認為你唸個幾次之後 你大概都可以把內容記起來了 So my actions 還是單數 action was not indicative of the man that I want to be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x is indicative of y 就是x是y的一種程度上的指標 然後他說了他的行為 搞砸了這個晚上 用stain這個字就是弄屋了 然後最後他沒有選擇用immature這個字 因為immature這個字我認為在他這個年齡 已經不適合出現在從嘴巴出來了 你如果今天你是個二十幾歲的男人 甚至三幾歲你說自己immature還OK 我覺得40歲以上的人已經沒有資格說自己immature了 所以他沒有用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instead 可是我們 所以說真的40歲男人一定有就成熟了嗎 有沒有不成熟 有啊我就覺得我他媽的還是很不成熟 有的時候也會理性就是snap 理性斷線理智斷線絕對是有的 所以可是again 你沒有藉口了OK 你如果不成熟fine 可是這不是個藉口 所以我覺得人長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年紀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不能夠這麼輕鬆的放自己一馬了 很多事情是你要對自己程度上有要求的 那要是沒有到那個標準的話 你要怪的是自己 不是怪社會不是怪別人 你需要扛這些東西 怎麼扯到這個 but anyway 他說自己是一個work in progress We all are Everybody is a work in progress At least that's what I believe 好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